大家好,我是律师健康星人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活跃在各种阴谋论背后的神秘boss 供给会 供给会这个东西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特别是在历史课上 如果你没听过,那证明你没有听课 希望你能好好学习 供给会它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非常神秘的组织 它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种阴谋论里面 就像一个暗中的操盘手控制着各种局势的发展 在某线看来它是一个暗中操控着世界的组织 虽然大多数人是不相信阴谋论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供给会是存在的 近代的供给会最早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英国 不过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秘 追溯的创立者是一群聚集在酒馆里面的贵族、善人和神职人员 简单来说就是一群人善人社会里面的大哥大 由四个酒馆建立的四个会所 最后联合成第一个总会所 名称叫做Freemason Week 自由实际 中文也叫做米森会 他们的活动很简单 就是社交 社交 不是那个社交 是社交活动的社交 你们想哪里去了 还有就是娱乐和饮食等等活动 基本就相当于现在的高级会所俱乐部 人造人 人善人大宝建会所那种 就是你懂的 但是除此之外 他们也谈了一些政治和个人领域的话题 后来随着组织的发展 入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也包括各种政客 学者和科学家等等 于是供给会变成为了一个投身社会思想运动的政治团体 供给会是没有全球会所的 它只有总会和峰会 总会所是最高的组织形式 每个地方的总会所都是平等且独立的 但是呢 现代的供给会又有两个流派 第一种是常规系供给会 集中在英美地区 每一个成人的心目中都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物 比如上帝 并且禁止讨论其他宗教 同时拒绝女性入会 什么女性不能进气都冷 女人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建议集美们把他们冲了好吧 第二种大陆系供给会 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 一般大陆系供给会是不被常规系承认的 他们认为这是不正规的 是非主流的 但是离北以为供给会只存在于欧美地区 在中国也是有的 在1768年 英国总会就在广州建立的会所 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所供给会 在清代的时候 中国人是不能进入供给会的 里面的基本都是英国人 可以说是一个英国供给会 但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天地会或者叫鸿蒙会 它的标志和英文名跟供给会是一样的 都叫freemason 不过他们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关系 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大陆的供给会就逐渐关闭了 剩下的转移到了香港和台湾 诶 重点来了 怎么加入供给会呢 加入供给会的主要条件有三个 第一 你必须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 女性是不行的 第二 你必须相信神的存在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信仰 供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 但是成员需要信仰宗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印度教 都可以没有要求 所以我们这种无神认者是进不去的 这也就是为啥他在中国搞不起来 不过呢 有些地方性的供给会没有这个要求 第三 必须要有两名以上内部成员的邀请或者推荐 否则无法进入 供给会的成员都是有背景的上流人士 如果你认识他们 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承认 那么你应该也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这就相当于隐藏条件 你不能是打工人 你要有一定背景 在供给会的早期 新会员要进行入会仪式 地点可能是会谈 也可能是deep dark fancy的地下室 在这里你将会和老会员玩一个游戏 一个象征死亡和复活的游戏 准确来说是一个仪式 是为了模仿传说中供给会的创始人海乐母的死亡仪式 比较神秘的地方在于你入会之后是不能向其他人透露自己身份的 不过即使你进去的你也只是一个非正式的会员 一个学徒 供给会的内部有一个会员等级划分 一共分为33级 用度来表示 代表的是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发展时期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会员的等级 不是成员的等级 供给会的最高级成员是会长 被称为尊主 他拥有最大的权利不需要听从其他成员的意见 而下面的就是其他的职位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历史上加入供给会的名人有很多 比如美国的开国三杰 华盛顿 杰斐逊 富兰克林 再往后的许多美国总统也在里面 还有爱尼森 马克兔丰 莫扎特 贝多芬 爱因斯坦 卓贝林 英国女王 等等等等 有不少都是我们耳熟人详的历史人物 既然供给会这么神秘 成员不透露自己的身份 那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供给会的呢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供给会的标志来辨别 供给会的象征性符号是由一个圆规 取始和字母居组成的图案 圆规代表的是六蛮星向上的正三角真理 也表示女性原理精神被动的一面 取始表示向下的正三角形道德 也表示男性原理精神主动的一面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诶有类味的对吧 你不对劲 两者结合表示阴阳的调和 真理与道德并存 行为和节制规范 而中间的区域代表的是造物主 或者说是God的神 这次会员完成思想和行为修炼 重建理性观明的必需品 也被称为三重伟大之光 几乎所有的供给会会所里面都有这个标志 有时候标志还包含一本书 它是供给会的法典 这本书没有统一的规定 如果你是基督教的 那么它就是圣经 如果你是其他教的 那么它就是其他教的圣书 供给会还有另一个象征标志 全世界 有一个金字塔和一只眼睛组成 作为上发者光芒 它是上帝的眼睛 是上帝监视人类活动的法眼 这是经常被很多阴谋认者误解的 它不是说供给会监视着人类 而是说供给会的言行被上帝监视着 在传说里面 供给会是有一群石像建立的 一群建筑师 而上帝变为是宇宙的创造者 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很多阴谋认者经常会利用这两个标志 把供给会和某件事联系在一起 最常见的就是在美元里面 美元背面就有一个金字塔图标 它是一个未完成的金字塔 最上面的就是全世界 这个金字塔里面隐藏着很多秘密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以金字塔为底画一个六芒星 六芒星的五个角对应的字母组合起来 就是Mason 供给会的英文名 NON这三个字母倒过来就变成了NOW 意思是New Order新世界的秩序 金字塔的下面有一喊字 转按成罗马数字就是1776 它是美国独立的联分 把开罗的M续掉 再续掉重复的字母就变成了666 在供给会里面 666代表的是撒旦 是恶魔的代云词 为什么美元上会有这些供给会的标志呢 很多阴谋认者就认为 供给会打算操控并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在阴谋认中金字塔还有另一层一石 最上面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家族 也是供给会的成员 往下的是世界上其他富有权利和机构的组织 中间呢就是世界上的各大银行 而最下面呢就是那些为生活而奔波的务力 比如像我们这种精神打工人 除此之外这两个标志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 比如建筑上的 地理上的 保购物结散的 实锤马云就是供给会成员 供给会经常和另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 就是光明会 很多人会把这两个组织混合在一起 觉得光明会就是供给会 但其实不是的 虽然他们有一点联系 但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组织 没有重熟关系 光明会最初的创始人就是供给会的 叫做亚当·维索兹 他在供给会内部招募贵族和精英 秘密建立了自己的社团 而这个社团后来就变成了光明会 当时光明会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供给会的成员 同时他们也接受外来人士 所以光明会其实是供给会的一个精英团体 里面有一部分人也是供给会的 因为光明会最初来自于供给会内部 因此他们的标志很相似 都有一个全世界 不过他们之间的核心不同 供给会更倾向于教育和思想 而光明会更倾向于政治和行动 因此在很多阴谋论里面 光明会都被认为是供给会的幕后主使 他们不仅操控着政治 也控制着文化领域 例如音乐人和演员 很多欧美明星都被认为 光明会存在着联系 供给会是不是阴谋组织呢 其实没有人知道 因为早期供给会 确实聚集了很多政治家革命家 他们在历史上发动过 很多推翻主流政党的运动 所以有的人就认为 他们在供给会里面相互协助 共同谋划一些不可告恩的对策 供给会就被某些人宣传为一个阴谋组织 但实际上很多传言都是没有证据的 现在的供给会阴谋论 主要是因为它有市场 谁不喜欢搞事情呢 每一个人都喜欢看热闹 就像很多动漫和电影一样 事业观里总有一个大反派 而供给会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大反派 把许多原本不相关的阴谋 联系在一起 其中一个阴谋认为 供给会的高层不是人类 而是蜥蜴人 他们假扮成人类 混在了很多政治领袖里面 比如奥巴马对吧 常年的蜥蜴人代言人 英国女王也是 假算成老人以为别人发信不了 川普是不是呢 也可能是 毕竟他看起来就不像正常人 上面说过 供给会的标志是最具代表性的 所以那些与标志有关的迷人 就可能是供给会成员 例如很多明星做的 这个手势表示权势之眼 这个手势表示金字塔 还有这个手势表示魔鬼角 也是供给会的象征 而马云再次被辞锤 他就是供给会的成员 然后再想一下 上面说过的蜥蜴人 偶像就真的是偶像吗 不一定 有些人追星追的可能不是明星 而是奇异人 另外还有之前视频里说过的 安格鲁萨克逊计划 消灭地球上90%的垃圾人口 建立新的世界 MJ的死也被认为与光明会有关 肯尼迪遇事被认为是 供给会的幕后所为 相关的阴谋论还有很多 我就不说了 总之所有的阴谋论里面 供给会都在背后干好事 就像男性人一样 以干好事出名对吧 好的那么关于供给会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长按三连点个彩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关注 我是绿色健康系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